欧尚Z6制电IDD这款车装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这次我们来探店主要是听说了一个消息 欧尚现在是搞了一个五月开心购车节 是调整了这台车的价格 现在普及价是12万9千8 那目前来说还没有咱们的插混SUV把价格压到这个区间来 我个人还是有点不太相信的 所以就到店里来打探一下 不过刚刚我也和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下 他们现在就卖这个价 而且他们追求的就是一个邮电同价的效果 目标是要把这台车打造成为一个12万级的新能源首选 客观来说这台车以前要卖一个15万接近16万的价格 现在只卖12万9千8了 而且它作为一台插混SUV在购置税上 相比于同价位燃油车来说也有1万块钱的优势存在 所以价格方面它的吸引力肯定是够的 那在产品方面它又有哪些亮点呢 首先在造型方面 这台车也是一个比较大气的这种风格设计 而且很适合咱们年轻人去选择比较的有个性 比如说咱们前脸这边 它是选择了这种无边际的隔山设计 而且它中间的这种填充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是一个时间杀漏的形状 灯光方面也是做的比较的犀利细长的这种风格 整车的这种机甲风 客观来说做的比较的足的 比较讨年轻人的喜欢 在车内方面呢 欧尚Z6Z10IDD也是一个简洁的设计 但是呢 它并没有去随波逐游选择那种大屏为主导的设计方式 它是选择了这种三屏错落的排布 是比较有自己设计上的一些见解的 而且呢 在用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采用了很多这种仿金属的试板 以及说我们这个辅助台 坐的也是比较的高 豪华感也是比较足的 整个用车体验也是相当的不错 另外呢 在座椅方面 它是选择了咱们赛车一体式的这种运动座椅 坐起来呢 也是比较舒服的啊 特别是腰部支撑这一块啊 坐的比较足 另外呢 在年轻人比较看重的智能化这一块啊 它也有很多其他车型所没有的配置啊 比如说欧尚的车内健身 点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车内啊 坐仰望起坐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无脉K歌的功能 这个功能呢 对于我们喜欢唱歌的朋友来说啊 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啊 当然啊 在之前的一些车型介绍中呢 我们也说到这台车 它的车机系统流畅程度也是比较的高的 现在呢 给大家示范一下啊 你好小欧 在呢 导航到机场 第一个 开始导航 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整个的语音输入过程中啊 它的语音反馈的速度 以及准确的识别率呢 也是比较的高的 而且呢 在唤醒的时候啊 它还会有车内的氛围灯来吸活啊 感觉到我们的这种 呃 反馈呢 是比较有生命力的啊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支持不间断的这种语音输入 以及可以打断它的这种说话啊 使用起来呢 也是比较流畅 比较的人性化的 然后在性能方面啊 这台车呢 也是搭载了一个28.4千瓦时的大容量动力电池啊 那这个电池容量呢 相比于普通的这种插混车型来说呢 它会更大一些 能够给我们提供的纯电续航里程也会共长 它就做到了150公里 那相比于咱们一些普通车型55公里的这种纯电续航来说呢 它的这个纯电续航啊 是能够支持我们上下班通勤的啊 可以说呢 是真正能够用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 然后呢 在性能参数方面啊 这台车的发动机呢 是能够提供125千瓦之达功率和260牛米的峰值扭矩 电机方面呢 是110千瓦和330牛米 可以看呢 不仅是电机的这种性能参数比较高 而且呢 它的发动机参数啊 也很高 所以呢 在动力输出方面也是相当强劲的 驾驶起来会比较的畅快 然后底盘方面啊 我不说这台车底盘有多么优秀啊 毕竟呢 它的价格摆在这儿嘛 但是呢 这款车它的底盘啊 在12万级这个价位区间里边 绝对算是靠前的那一批次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实际的来试驾体验一下 那对于这台欧上Z6制定IDD来说呢 我个人啊 还是比较推荐咱们那些精打细算类型的朋友来选择的啊 它可以说绝对是你12万这个价位的首选车型 一方面呢 它在配置上啊 肯定是足够有诚意的 第二方面呢 现在普及价12万9千8也是很有吸引力 前面我们也说到 在购置税上呢 它也会有优势 而且呢 在用车成本上呢 它也会比咱们的燃油车更省钱 可以说啊 是一台真正油电桶价的车型 那我们以前为什么不买新能源呢 是因为它们的价格定的太高了 那我们要跑很长的里程了才能收回成本 但是现在啊 这台车 它把价格压到了这个区间来 可以说啊 是创下了咱们插混SUV价格的历史新丁 那此时不买 更待何时呢 3 5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